中华职棒迈入35周年,在职棒初期最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龙狮虎向四大天王黄平阳、谢长亨。 图红钦和陈一信的王牌投手对决,四位留下诸多记录是现今职棒选手无法超越。 天王对决的时刻是中华职棒曾经的黄金年代,四大天王的正式成型。 是在1991年中职二年,陈一信、谢长亨回到台湾加入中华职棒之后,中职四队各自拥有一位能独当一面的王牌投手,与黄平阳、图红钦四人所被媒体冠上的封号,尤其早期赛程并未如现在秘籍,先发投手玩头。 彼此较劲的良性竞争是球迷间最火热话题,中职起初并没有所谓的王牌投手对决。 当时真正勾格的本土大投手只有图红钦、康明山和黄平阳,而整年稳定。 具有王牌气势的杨将就只有史东到了直报二年,众多旅日球员回归。 各球团纷纷补尽好投手,此时各队的本土大投手阵容才较为整齐,包括了兄弟的陈一信、林文成、统一的谢长亨、郭靖兴、三商的图红钦、康明山以及卫权的黄平阳。 这些人皆曾在中华队先发夺胜,至于统一的杜福明、三商的陈明德和卫权的杨介仁呢? 以本革派的程度来论断,就难以跟天王。 座连杰,其中以杜福明名气最大,他从奥运开始一直是中华队的主要救援投手。 但是到了1986年以后,实力衰退,甚至于无法入选中华队,已经是强弩之末。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下沟投手林昆伟身上,终止二年开打前夕。 职棒杂志从每队各挑一名王牌投手,册封为四大天王。 那几年曾有报纸社论指出联盟的商业炒作,例如第一年的各队本土最高薪八万的球员,棒球先生李居民,第二年则是炒作本土投手四大天王。 职棒当然要商业宣传,增加正面话题,对战性和期待性无疑是件好事。 就在这时候,香港演艺圈出现了四大天王封号,所以职棒杂志也跟着潮流应用了这个封号。 一金碧人黄平阳,黄平阳在1990年职棒元年就加入魏全龙,当年原先在日本社会人球队打球的黄平阳,放弃旅外,高薪回台加入中职,魏全开幕战担任先发,包办了魏全龙队史第一胜,第一败和第一次救援,是中职唯一有此记录的投手,黄平阳首年就拿下单计20胜,带领魏全龙拿下职棒元年总冠军, 他也一举拿下圣头王胜率王三阵王三大奖。 由于职棒元年魏全龙全队只有七个投手,即便到了隔年也只有八名投手打天下,黄平阳先发,后援两头跑,还能搅出鬼神般的内容。 头不坏的表现让黄平阳有了金碧人的封号,拿手武器七彩变化球更是主宰战场。 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四年拿下双位数胜头,累计了63胜黄平阳当红石,还曾有唱片公司找他发片,发行单曲《你现在好吗?》成为话题。 只是金碧人黄平阳在连续四年的猛操下,在1994年开始被伤痛困扰。 黄平阳曾赴美接受Tommy John手术,但迟迟无法重回职棒场上投出往日成绩。 再加上卫拳球团扣心下,黄平阳决心离开卫拳,1997年跳槽台湾大联盟,在中华职棒七年间拿下65胜42败,防御率2.54的成绩。 103场先发出赛中,有69场玩头,拿下14场救援成功,二阿草。 谢长亨 谢长亨在1990年底从日本社会人50队回到台湾,当时谢长亨原先属意加入魏拳龙,但在当时被规定参加分配选秀,被统一师指名加入。 在师队成为队史传奇投手,也是唯一在中华职棒拿下生涯百胜的四大天王成员。 谢长亨在投手秋上给人的印象温讯,但投起球来却让打者屡屡吃鞭,尤其招牌只插球发威,更是让打者头疼。 只不过谢长亨先发誓,常常得不到队友火力之源无缘胜头或吞败,有了悲情阿草的称号。 就曾在1993年对决其他四大天王成员陈一信,黄平阳时吞下失一分玩头败。 在对决陈一信时,更是玩头十一局吞败,堪称史上最悲情在谢长亨的球员生涯中。 从1991年效力统一到2001年退休,未曾换过球队。 是四大天王中在中职年资累计最久的成员,十一年间曾六度拿下双位数胜头。 100胜81败,3.02防御率,是中华职棒第一位百胜头手。 63场玩风,在史上排第三,退休后曾任统一师,中信金和兄弟相,中信兄弟,总教练。 3. 火车 图鸿钦,图鸿钦在业余时期就是中华城棒队的常客。 1990年职棒成立,同样从日本社会人返台,原先统一师有意网罗,但最后选择三商虎加入,英国中时期喜欢搭火车。 在投手秋上又有如火车般的威猛的球速,曾是中职本土最快球速148公里的他。 因此,有了火车的外号,图鸿钦职棒元年的首场比赛,就是由三商虎图鸿钦对决魏拳龙黄平阳。 图鸿钦玩头九局无失分,拿下中职史上首场玩丰盛。 单场14次三镇的本土投手路更是高悬多年,图鸿钦成为三商虎王牌。 只是图鸿钦的个性放荡不羁,也让他球场外的风波不断,进而影响到他在球场上的表现。 职棒七个球技仅在前两年拿下10胜、11胜的表现,随后五年受到伤病影响每况愈下。 生涯37胜36败,1996年因场外事件离开职棒圈,是四大天王中最早离开职棒的成员,四非刀手陈一信。 陈一信在加入中华职棒前,曾效力日职中日龙两年,一军战绩三胜一败,1991年返台加入中华职棒。 在扬江选秀会上被兄弟像以选秀状元挑中展开中职生涯,和谢长亨共同开启了四大天王时代。 陈一信在兄弟像大多被安排在假日登板,投球有如飞刀般利落。 而有了假日飞刀手的封号,陈一信在首个球技就拿下15胜并列单绩最多胜。 只可惜防御率不敌魏拳龙始东错失胜头王。 隔年开始,陈一信更为勇猛,带领兄弟像拿下史上首次三连霸。 陈一信在季赛分别拿下16.20.22场胜头,单绩22胜至今仍是终植记录。 而臭屁臣,陈一信在关键时刻解决对手时的拉弓。 更是让球迷看得血脉喷张,值得一提的是,陈一信也是四大天王中拿下最多个人奖项的球员。 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包办圣头王圣绿王,1993年拿下防御绿王,1992到1994年间拿下投手最佳9人,1993年和1996年则拿下投手金手套。 1993.1994年两年拿下年度MVP,也是第一位联装的MVP得主。 在球员生涯期间,陈一信并未受过太多大伤,让他在胜头累计上相当快速。 只是原先有机会挑战中职最速百胜他,在1997年选择跳槽台湾大联盟后无援。 他在中华职棒六年间累计了92胜52败,防御率2.82的成绩。 其中156场先发中有84场玩头,玩头率超过一半。 玩头和15场玩丰盛至今都还是中职最难打破的记录,后来世代各有才人出。 每逢中华队解体,就是各队抢王牌投手的时候,例如吴俊良、曹俊阳,后改名曹俊阳等国家队王牌进入职棒后马上就能独当一面,接着还有蔡仲南。 潘威伦的18号对决也颇为经典,然而这与四大天王相较之下显得逊色不少。 这是因为当时中职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,而各队王牌还不成气候。 再加上这时期国家队祖军几乎由旅外球员担刚重任,王牌土头缺乏了国家队王牌名号的加持,自然也就没了四大天王的气势。 说起,18号对决,事实上18号对于台湾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该号码的对决是取材于日本传奇松板大府的号码。 中职从成立以来有很多地方都是沿袭日职,比如红白对抗。 而这个名词对日本代表了颜色,但中职却还是复制使用,却不使用职棒成立以前棒鞋和蓝鞋惯用的蓝白对抗,随着中华职棒发展至今。 近几年来,各队的先发投手轮值是僧多周少的局面,而魏全龙在今年重返一军。 多少扩大了本土投手表现的舞台,严格来说,现阶段联盟并没有具有代表性的本土王牌。 虽然从去年到现在黄恩赐、徐若曦、古林瑞阳等前立新人表现不凡,然而他们却仅是初出茅庐的新人,还无法证明自身具有长期的稳定性。 尽管如此,今日终止不乏大悟年轻投手,除了上述提到的古林瑞阳等人以外,刚投身职棒的于谦、陈志杰等新人叙事待发,另外也别忘了还有不少优秀投手如翁伟军。 陈世鹏仍在持续努力,而旅外大悟的回归潮更是为终止注入一股新能量。 因此,今日终止要重现昔日四大天王的荣景是指日可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